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湖南省上阳县丽家平镇罗汉村 那天正好赶上了下雨 书记就给我们开了一段路的车 然后又步行了一段到镇上 然后又去市里 然后再从道明阳市再坐飞机过来 没有高铁也没有这些 所以只能坐车 坐这种大巴车过去 非常难 他们当地的交通非常的不好 很多的粮食都运不出去 在今天对话节目的一开场的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他们 汇聚到了此刻的北京 他们从全国110个贫困村而来 可能在刚才短短的时间里 我们来不及记住他们的名字 但此刻我希望大家能记住 他们共同的一个身份 那就是记者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当中 来自全国的130位非常优秀的记者 带着精准扶贫的使命 去到了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 他们和那些地方的贫困人们 同吃同住朝夕相处 这一个月的时间 他们发现了什么 他们收获了什么 今天他们带着这份收获和感悟 来到了我们的对话现场 我们从这两份调查手机开始 这条泥路到底有多难走 我专门找了个下雨天 走了一段还没有修的泥路 又粘又滑 脚下去就拔不出来 走了不到十分钟 心里就挖凉挖凉的 村里外出打工的男孩 交了女朋友 也不敢带回村 因为只要走进村里的路 结果只有分手 路是村民的一块心病 甚至有的人把自己不愿意出去打工 日子越过越穷这笔账 都算到了路的头上 后来一个女人的到来 这一切发生了改变 走进村委会 第一眼看见她 我就喜欢上了她 路一直是她的骄傲 她喜欢开车带着我 在村里的路上兜风 给我讲我以村里修路的那段历史 2008年 512地震后 洪西村地之结构发生了变化 很多水源地都变得干枯 村里82岁的寒香科和老伴 每天只能靠侄子 用摩托车 从山下驼水给他们吃 一桶水50斤 两位老人就要用来做饭 又要用来喂猪 洗衣服洗澡都舍不得用 我们和一个女孩 亲历了着水的全程 在大山里徒步走了十多里路后 每个人都已经筋疲力尽 又累又渴 停下来的念头 在我的脑海里 闪现过很多次 是她一直鼓励我 想到再坚持一下 就能为村民找到合适的水源 一切就都值得了 在深山里徒步六小时后 大家终于在关茂顶水源地 找到了水源 泉水湍急 捧起来喝上几口 清甜干烈 欢迎徐旭 欢迎王中叶 在你们看来 为什么路和水会成为 制约我们脱贫致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呢 在村里采访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说起路 说起路的那段过去 然后他们对路的这种渴望 有一个村民他告诉我 他说 徐老师 我就算再勤劳 我在地里长出的东西 卖不出去 有什么用呢 后来我问他 我说那你之前 你生产出来的东西 是怎么拉出去的 他说是用牛车 一车一车往外拉 冬夜可能记录了 村民们在缺水的这些日子 他们的种种烦恼 你自己在那住了一个多月 这一个多月 你自己面临过什么样 缺水的困扰吗 第一个星期 应该是没有洗澡 这对于从小到大的你来说 可能是破天荒的第一回 去之前 大家都已经讨论过 说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但只是纸上谈来 终觉浅 村里的人想要用来养猪 没有水 那怎么搞养殖呢 要种地没有水 怎么用来浇灌呢 我特别想听一听 你们两人在修路 找水的过程当中 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新闻人物 我们新平村 有这样一个女人 她来了之后 村里的路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个女人呢 刚到这个村里面的时候 其实村民看到 来了这样一个女人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嫌弃她 甚至有村民说 你能给我们修两条路 年底的时候 我们就会送你一块匾 但是半年之后 村里修了十九条路 这个村子吧 它有九个自然村 这九个村呢 都住得都比较分散 就是没有路的时候 她要借到别的村 绕住这一圈的话 大概能绕出将近二十公里 所以说村民到村委会 孩子到村中心小学来上学 都是非常麻烦的 所以后来呢 这个女人就为村里面 修了一条2.8公里的路 就是可以让这个自然村的孩子 也可以到这个村小学来上学 我觉得听你说到这儿呢 所有人心中可能跟你最初 对她的好奇是一样的 说说你见到她的第一印象 就觉得这个女人很黑 我觉得一个城市女人 在村子里边 待了一年多的时间 完全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形象 所以我在第一篇文章 写她的时候 我的标题是 住村第一书底 是这样造成的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女人 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 东燕 你发现的新闻人物 跟刚才这个能干又厉害的女人比 她身上有什么特点吗 她是一个女孩吧 一个九人后 其实第一次见到她 觉得她穿着高跟鞋 然后长长的睫毛 特别时尚 然后我没有办法想象 他可能他会是一个住村干部 但是呢 当你真的走到贫困户 因为他对接了22户的贫困户 当他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问你们家户口本还在不在 新农河还在不在 家里出席打工的 在哪里工作呀 危不危险呀 孩子上大学有没有申请助学金呀 就是一点一滴的这种相处过程中 就发现他其实就是当地的一个小辈 一个妹妹 然后他把这个贫困户当成四家人 贫困户也把他当成了四级人 两位描述的这两位女性 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生动 今天我知道他们也在现场 徐旭你先来介绍 你发现的这位新闻人物 他在哪 他今天穿了一件非常靓丽的衣服 红衣服 欢迎今天给我穿您喜欢的白黑配 来到我们现场 为什么选择了一条红裙子来 我们穿脱贫了 喜悦都要穿你身上 我要把这个喜悦带给全国的老百姓 第一次见到他 我说你在村里多久了 他刚好一年 我说一年就晒这么黑 他说我以前不黑的 他就拉着我到他们那个村 他们有那个展示墙 就住村第一书记的照片 眼见为时一下 他说你看我以前挺白的 白富美 对这样的改变会遗憾吗 这不是遗憾吧 应该也是一个人生的脱变 挺好的 我听说在徐旭写完了你之后 你突然间一夜之间 就像你的衣服一样变得特别红 当网红是一种什么感觉 我到现在还懵 怎么就变成网红了 刚开始还是有挺多顾虑 觉得可能担心读者会把一些重心会焦点吧 聚集到我的生活 但是的话呢 我现在也觉得做网红也挺好 因为今天我可以带着我们村的年轻人来到这里 跟大家讲我们村的脱贫故事 修路一直都是我们心中的一个夙愿 偏偏你来了之后就做成了 而且还一修修了那么多条路 你有什么样的秘籍啊 首先我觉得要做好老百姓的工作 因为修路的话会牵涉到用地的问题 我作为书记只要老百姓心里有节 我就不停地去他家 不把工作做通绝不把工作 对我就是这样 我们去基层采访的时候 我们也会听到一些干部 就是跟我反映他们的委屈 说你看我的村子里边 也是真的很是这个欧心底屈 然后带着大家去发家致富 后来村民们都富了 有的人住上了二层小楼 有的人甚至还买了汽车 可是他们居然还骂我 他说为什么呀 所以在修凯这个地方 我找到了答案 我觉得他把一条新路给打通了 那么当这条新路打通的时候 老百姓会给你什么信任 所以当这个村里面引进这个企业的时候 企业去这个村里面谈这个土地流转 一亩地都团不下来 然后就向这个修凯求助 修凯呢他就到村民家去谈这个土地流转 当时村民就说 说书记你的任期只有两年半 但我这个合同要签三十年 两年半之后你走了 我们怎么办 然后修凯就说 如果你信任我 我就是这个村一辈子的第一书记 为你们负责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村民就给他打电话 说书记 梁地的时候 我希望您能够站在这个田边看 因为您站在这儿 就代表着公平 我们心里踏实 所以这七百亩流转的土地 就是杨修凯站在这个土地边 一亩一亩这么凉出来的 刚才东建已经为我们描述了 你的新闻人物 告诉我们在这么多的优秀的记者当中 他坐在什么位置上 有什么样特点 可以让我们一眼发现出他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对 好多女孩都挺直了腰杆 所以我们请他自己站起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果然好漂亮 我的脑海当中一直有关于你的三个标签 一个是90后 一个是学霸 一个是校花 你很难想象 他的一份工作 他的追求 是和这片土地有关系的 你能告诉我们 为什么你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我本来也就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我就是那个平雾县南八镇的一个农民家的女儿 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 首先我对那一番土地 我有与生俱来的一种亲切感 我当然也有诱惑 我也想努力 也想要留下来 对 也想努力留在城里 但是我一想到我的家乡 因为我们那个县城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贫困县 加上2008年512的特大地震 使我的家乡本就不富裕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艰难 跟着那个部队他们一起回去的时候 我所看到的那个场景 真正的使我产生了一种 我一定要回来 将我的家乡与大家一起能够重建好 莎莎你自己平时接触那么多的贫困户 有让你印象深刻的贫困户吗 有 我印象对我影响最大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贫困户 就是洪世春的一名贫困户 她姓杨 他们家在地震之前 是村里的一个富裕人家 但是2008年的一场地震 使他们家突然一贫如洗 她的丈夫当时就被那个石头砸了 就当时就遇烂了 当她要冲到她家时 她丈夫就躺在她的那个眼前 她的儿子儿媳也受了重伤 不能动堂 她当时给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 她当时就说 我肯定灰心 我也伤心 但是我没办法 我丈夫死了 只有我自己坚强起来 我才能够把这个家称起来 在政府的帮助下 她自己更生 又新建了房子 又发展她的养殖事业 她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 她在 她在我旁边 来 我们欢迎她 主持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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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特别敬佩你 现在的日子过得好吧 过得也好 养猪总地 我还把这个厂子越亏越大 我住村的地方是在重庆市开州区 满月乡双平村 负责带我去村里的那个乡干部 他说进村的话 要必须经过一条悬崖天路 从远处看的时候啊 就是一面近乎90度的垂直的一个悬崖 在我住村蹲点之后 我了解到这条天路 它是当地政府和村民 一同出资出力所修建的 路修通了之后 村民的新路也打开了 那么外面的世界 他们也看到了 而村里的货物 也能顺利地运出去 也吸引到了很多的外面的游客 来到双平村 去欣赏天路 乡村旅游也发展起来了 记者发觉的都是非常感人的中国故事 就是中国普通人里面 蕴藏的那些美好的东西 他们如果不住村的话 他们很难发觉的 范长江当年他们的奋斗 其实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就是中国的记者 其实都是到第一线去 而且同时呢 我觉得他的眼光是平视的 是和这些人在一起的 不是说我是记者 我是一个俯视的眼光 就是我跟他是一样的 我们在一起生活 我们共同来了解这些事情 好的记者 不是在现场 就是在去现场的路上 这是我们中国新闻界 一直以来一个特别好的传统 刚才义游老师讲到这个范长江 范长江当年这个上世纪 三十年代的时候 沿着红军走过的路 发回了很多的报道 最后成就了新闻史上的名片 这样一个传统 在我们一代一代的新闻里面 都是这么传下来的 关于脱贫致富 我们常常会说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所以呢 在我们记者的报道当中 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群体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带动着我们的村民产业致富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交给下面这两位记者 两年前 她还是大都市里摩登时尚的女郎 有一天 她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要回到小时候生活过的乡村 种辣椒 因为那一刻 这个女孩想起了2008年那个春节 那场刻骨铭心的漫天雨雪 突如其来的冰冻灾害 家中水没了 电停了 通讯中断了 他们和在外打工的父母 也失去了联系 面对家里年迈的奶奶 和两个年幼的弟弟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什么我的眼里 常寒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 爱得深沉 她永远不会忘记 正当家里陷入绝境的时候 是乡亲们 是村委会的干部们 伸出了援助之手 为她家接通了电 敲满了水 自发的捐款 给他们姐弟凑逐了读书的费用 安徽省石台县 河口村的一位贫困户 变得开朗了 两年之前 帮扶当位领导走进她家 她除了笑着点头 一句话也接不上 领导走了 村干部问她 刚才领导说的 你都记下了 她还是只点点头 呵呵地笑 村干部叹口气说 哎 真是个老实人 可惜了 她是家中老小 要照顾年迈的母亲 想打工也出去不了 那时候的她 住在她出生前 父亲就盖好的平房里 最贵的家具 是她结婚时 从镇上拖回来的一张沙发 住了四十多年的老房子漏雨 一到下雨天 她就要赶紧上房修瓦 今年夏天 我见到她时 她已搬进了两层高的新房 爱人刚生了第二个孩子 四个儿子 她很开心 在采访她的时候 我感到了她的喜悦和幸福 在刚才的这段分享当中 我们看到的应该就是你们在这一次的住村调营过程当中找到的新闻人物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党湾村 她是在蔬菜合作社的那个门面前面 但是我看到这个女孩 特别的时尚 然后漂亮 和种蔬菜就觉得反差很大 然后后来知道她是返乡创业大学生 党湾村的帮扶 她不是一个干部 一个人 一个单位在那帮扶 是一个集团 有事发改委 也在那给她投了十五万元 作为她那个大棚 然后奉港县组织部给她给了四万元 后来那个合作社成立之后 扶贫干部又帮她申请到了三十万元的专项扶贫基金 所以她的这个安市蔬菜合作社 是体现了我们党湾村特有的一个扶贫模式 是一个集团党建家 掌声欢迎一下小安 自己创业的这个合作社吸引了多少的村民朋友 有二百四十五人 然后八十几户 其中包括那个贫困户是十一户五十一人 江凡透露说你未来的心愿是当一名女企业家 现在这个心愿有过变化吗 没有 你心目当中的偶像是谁呢 在企业家这一块的话 就王健林啊 那个马云啊 他们这些 这些都是你的目标 不是这个是我羡慕的对象 你知道王健林说过他的一个小目标 先实现一下一个亿的小目标 那你既然已经把它作为了你的目标 你能透露一下 你想先实现的小目标是什么 获得我的那个基地的规模 下半年预计 那个规模达到五百 自一千亩这样子 我们就是希望他把企业做大做强之后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需要什么帮助 我们以各种形式去帮助他 跟他一起走 一起带着乡亲们去支付 问问廖副市长 在你们所在的遵义是像小安这样的返乡创业的青年多吗 还真不少 总的目前为止 有八万六千多人 这五年来 翻了三百多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这样的行业 刚才我听到他提到王健林 这个是非常大的目标 还有马云 马云 对 还有马云 是一加一 不光是传统企业 还有互联网 这个非常恢红的目标 但是他从这么一个小村庄里面 我觉得其实记者在这个时候是参与了他的故事 不仅仅是观察 而且参与介入全城的去将来海 而且建立了一种姐妹的情谊 让大家感受到中国的事并不仅仅是有很多八卦 很多爆炸性的新闻 而且在这个普通人的生命里面 生活里面 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去看的东西 我们中国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小李你刚才也为我们介绍了自己的新闻人物 这位贫困户他名叫夏光河 他就是河口村的一位很普通的一位贫困户 2014年开始 村里捷杆食用菌合作社的第一批社员 然后第一年他光通过这个合作社 他增加的收入就达到两万多元 他这种合作社的模式 是不是已经帮助当地摘掉了贫困的帽子了 对 因为是这样 河口村呢 他一共432户 2014年的时候 他的贫困户是141户 2016年底的他贫困户就只剩4户 李书记你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 我们河口村产业扶贫做得这么好 有什么秘诀吗 在产业选择方面 我们就是说也是根据我们村里的这个实际情况出发 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我们这个河口村是在晚南山区 它是山地多 耕地少 我们那个石台县呢 是国家重点功能 生态功能区 森林保护的政策特别严格 有些产业是不能发展的 就是把这个村情搞兔了 然后才能制定出好的这个产业发展规划 刚开始的时候 我看到我被分配到了安徽河口村 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 为什么呢 因为这几年我也在做扶贫报道 我老经常去的也是西部 可能西部更多来说 它自然条件更差一些 可能更多是更是扶贫的一些重点 就你更愿意去一些 至少我们想象过去 它应该是更贫穷的一些地方 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所以我当时之后心里也特别没点 但是我看到你还是义无反顾的走了 而且是在订婚的第二天 就奔赴了这个村庄了 未婚妻没有什么意见吗 说我们刚刚经历了喜悦时刻 你就要去住村去了 他很支持 这一个月的时间 你们是分隔两地 我们直到昨天才见面 天哪 他见到你的第一眼 发现你有什么变化吗 晒黑了 这是真的 晒黑了 对 但他很高兴 因为我本来皮肤比他白 记者是这个时代风云的记录者 在那些没有新闻的角落 当我们走下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新闻的富旷 所以刚才这个书记也好 还是我们记者 他的这些故事 我觉得他都用一种真实的力量 在打动人 这样的一系列的报道 带着泥土 也带着露珠 当然他也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生动 清新或者是深刻 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片子 这个清新的喘息声 来自拍摄这座画面的人 现在快报记者张晓松 这是他在贵州省正安县 庙堂镇宝山村 蹲点采访时拍到的画面 宝山村的第一书记向来 从县里争取来了扶贫牛 5月4号的早晨 向来正和其他干部 善良发牛细节时 突然听到有人喊了一声 车要翻了 当时听到有人喊 车要翻了的时候 当地的干部群众 狂奔一百多米 愤意地去救牛 这个场面确实让我非常感动 也很震撼 小松我们想知道 刚才的这一幕 发生在你住村的第几天 这是我住村的第六天 当时是5月4日 那天我们大概是早上7点左右 早上7点左右就起床 然后我们跟着我们镇里的干部 村里的干部 然后一起去发放扶贫牛 当时就是所有的干部 然后带着我们的群众 然后一起去救牛 那个场面我到现在都印象 确实是特别深 在这个发放扶贫牛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村民也给你留下了 这么深刻的印象 见到了一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呢 他当时是他那种招牌式的笑容 吸引了我们 所以也是促使我们 去进一步地了解他 他呢现在也就坐在我的身边 其实他才18岁 18岁的小伙子 对对对 我们当时发放扶贫牛呢 是用抓揪的方式 他呢抓到的是16号 这个数字非常吉利 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 说我眼神很好啊 我挑里头最肥的 哇 来18岁的小伙子 跟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曾鸿飞 你的那头16号的肥牛 现在怎么样了 感觉就是 我非常喜欢那条牛的 就是这样子 因为 喜欢到什么程度啊 跟他都有感情了 就是感觉离不开那条牛了 那条牛就是我的致富牛 那个牛就是我的致富牛 对 他让你心情最愉悦的是什么样的瞬间 刚开始把他放出来的时候 他就跳起来 我就感觉很开心 这条牛很健康 不错 他身上充满了你对致富的所有的追求 我就是有几个愿望嘛 就是我想把那个牛和羊和蜂 我就是想把这几个企业嘛 就是搞起来嘛 搞成一个活动 有牛 有羊 有蜜蜂 对 我就想把我们那里的那些村民嘛 就是带动起来一起再养这些 就是把它搞好 那您是三军总司令了这个时候 他现在家里呢一共是有四口人 他的爷爷是生病的 他的爸爸是生病的 他的妈妈也是生病的 他妈妈常年在重庆看病 所以他这个18岁的小伙子 他这个时候就是1998年出生的90后 他现在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 对 这一点让我非常的感动 但是我们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呢 他永远是笑呵呵的 这生活的磨难其实是压不垮乐观的人 对 意志坚定的人 对 谢谢彭飞 也希望你实现自己的心愿 加油加油 我想现场的其他的记者 大家在发现新闻价值的过程 当中一定也记住了很多有趣的 生动的新闻人 我这回调研采访是去到了江西省 吉安市万安县 露田镇东村村 现场有很多跟你穿一样衣服的人 我猜都是一起到乡村 去参与徒贫的 对 我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是通过65种语言 包括43个境内外的社交媒体平台 共发出了100多篇报道 大家每个人用自己最擅长的外语 精准地为你驻扎的那个村庄 来做一做广告 大家好 我是国际广播电台 意大利语的记者张硕 欢迎来到我们河南省 许昌市建安区 林景镇 好庄村 欢迎来到我们的村庄 大家好 我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保加利亚语部的记者 欢迎大家来我们 内文古新安盟 柯佑前旗 巴拉格带乡 两种场村 两种场 大家好 我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阿拉伯语部的记者 柳娇吕摩 欢迎大家来到 宁夏岩池 冯基沟乡马尔庄村 品尝地老的岩池探阳 欢迎大家来到 巴浩村 欢迎大家来到 巴浩 国际台是有65种语言的网站 我们愿意做大家 脱贫致富的桥梁和平台 希望你们把你们的好产品 你们的蜜蜂也好 你们的牛也好 你们的苹果也好 都在我们这儿进行展示 推到全世界 基者们呢 我觉得一个一个点上 他们在一个个点上 去深入 深挖 最后就形成了线 就形成了面 就可以看到这五年来 中国发展的一个总体的面貌 最后我觉得 能够达到的是 大平台和小地方的 直接对接 而这个对接 最后就连上了更广阔的 整个世界 整个中国 接下来 我们还会认识 这样的两位记者 他们关注的领域 可能关乎现在 同样更关乎未来 这两个领域 一个是医疗 一个是教育 这是你自己设计的 要不然老找人 是一种识识的 是一种识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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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一种识役的 画面中的这个主人公叫做映像春 是我蹲点所在的村巴家村的一个贫困户 他今年60岁 他的儿子叫宁友晨 小名叫做二军 今年34岁 在三年前因为一场车祸 神经严重受损 所以他只能感觉到饿 不能感觉到饱 三年的时间当中 他的体重一下长到了200多斤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滑螺神器 是60岁的宁像春 自己发明的 为的就是能够每天推着他的儿子二军 出去晒晒太阳 其实在出世之前 宁像春家在当地算是个大户 他养了70多头羊 而且收入还都不错 但是在出世之后 他家所有的羊都卖光了 而且还花了70多万 几乎全是外债 那这30天当中呢 我每天都会去他家跟他聊聊天 或者一起和二军 帮他一起推着轮椅出去 让二军晒晒太阳 在村里转一转 母亲节那天 我来到宇台村的同伴妈妈课堂 课堂上大大小小团聚着 有20多个孩子 其中有一个约十几岁的男孩 脸便有一些黑红 一直沉默着 也许是在其他孩子的 唧唧喳喳中 他的闷声不响 引起了我的注意 只见他第一个把给妈妈的贺卡写好 细心地用彩带打好蝴蝶结 交给老师 我走近他问 你叫什么名字 你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他第一声答道 妈妈已不在了 一下子 我的喉咙生生被什么堵住了 泪水顺势充满了我的眼眶 我忙用手把眼角的泪试去 问 能让阿姨看一下 你刚在卡片上写的是什么吗 他点点头 打开贺卡 只见上面用绿色的彩笔 浅浅的 但很工整的 在空白页头一行 大致写着 妈妈 谢谢你给予我生命 我爱你 那时 我的眼前已经模糊一片 心里默念 若天堂有路 请继续 这份姚思 谢谢两位的讲述 虽然 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了起来 但是我想 这可能就是我们扶贫攻坚的 真正的含义吧 因为这从来就不是一件 轻松的事情 在那么多的留守儿童当中 你为什么会觉得 它是值得你去关注的一个新闻人物 我走进这个同学妈妈课堂 当时这个满屋子的孩子都是基地喳喳的 我看他是认认真真地在写这个贺卡 然后低着头 觉得也许是出于新闻的敏感吧 那个时候我就走进了他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非常奇怪 在那一刻 我是在我做采访二十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第一次差点失控 对这些孩子来说我也很熟悉 因为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 我自己的公益基金打交道的只有一个群体 就是他们 全中国六千三百万的留守儿童 他们的那份孤独 苦闷 寂寞 甚至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怨恨 并不会常常地向普通人展露 他们愿意像普通孩子一样 可是生活的这份磨难或者说重担 过早地让他们承担了起来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童年 都是能够感受到童年我们需要什么 我觉得就像小树苗一样 它是需要扶植的 它是需要陪伴的 总是需要看护的 那这些乡村的孩子 我觉得它最大的缺失就是在 它需要的时候 没有 就是这是实际上 这是人间很大的一个疾苦 就是求不得 来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海龙 主持人叔叔好 海龙 这是你第一次到北京吗 是 是 有没有你特别想去的地方 北京 我想去北京的天安门 想去天安门 以前只是在书本里看到它 对吧 你当时看到天安门的时候 想象着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应该壮观 文位吧 昨天他也去了 然后我跟他建议要看一次升旗 他坚决说明天要去看升旗 所以其实到北京来可以完成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对吧 海龙 海龙再告诉大家一个大的心愿 好不好 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我长大以后我想做各种能让所有人都能不生病之类的让那些的癌症的人也不会离世 特别美好的一个月望 就像是一棵小树苗 在海龙的心中开始生长 我们相信它会长成大树的 海龙加油 我们跟你一起加油 谢谢 海龙 谢谢 你今天也跟你们村的书记一起来的 对这些留守儿童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帮扶吗 立无阶段的孩子来上学是免费的 在这个受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的是我们各级党委都出台了一个政策 有这么东凉工程 语录计划等等一系列的措施 在这些措施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 由我们基层党组织 基层党组织发挥服务功能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错学 除了留守儿童之外 还有我们刚才凯迪带给大家的因病治贫这样的一个现象 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发现了自己的新闻人物 印象春和他的儿子二君就一起生活在那个炕上 所以我当时一进去看到的时候 第一眼是看到了这样一个环境 第二眼就是看到那个滑轮 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滑轮是干嘛用的 当时印象春就一点一点地把他拉起来 然后把二君从床上一点点地搬起来 他那时候不知道我们会去 不知道我们是记者 结果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真的反差很大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他特别乐观 他一直在笑 始终在笑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家我要跟一跟 我来看一看 我们的村书记也在现场 像刚才老宁家这样的一个贫困的状况 从村里的角度来讲 会给出什么样的一些补贴吗 一个村 一个贫困村 难的就是这一群 饮病制品的人 也是我们住村第一书记 工作上最牢头的事 像宁像春这样的饮病制品 我们村里头 每年在临时大救上 临时救助上 给他最高额 就是三千块钱的补助 他二人所用的药品全部是零差价 在协定医院住院 起伏线降低50% 那个报销比例达到80% 这是不是对我们村子来说 其实已经拿出了最大的力度 在做帮助 对了 但对不同疾病状况来说 有人可能刚刚好够了 有人可能远远还不够 我在想需要让这些人群 加入一个社会的保险 如果用社会保险 这个来补偿 他个人这个就是啥呢 健康斗底 这就所谓的 让那个健康斗底 这个负担 那个分批到社会保险上来 这样就减轻了 这个贫困人口的这个 经济压力 我在蹲点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一次健康住户 一次县卫生院下来的一个 县医院下来的一个医诊 当时我就问一个老大爷 他叫杨金婷 这个老大爷就是完全躺在床上 当时他是在做劳作的时候 爬到树上不小心掉下来了 结果摔坏了神经也是 整个人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就问他说 这些医生大概多久来一次啊 他说 在他刚开始躺在床上 就是输尿管各方面都不能换的时候 几乎是每周要来两三次 甚至是四五次 后来慢慢的 他的老伴学会了换输尿管 当时他的老伴就给我们拿出了一个小册子 小本子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他老伴的名字 年龄 发病的原因 包括每一次 这些卫生医院的这些大夫们 医护人员们上门来 做的每一次的详细的检查 是什么情况 特别的惊喜 所以那一刻我觉得 他们是实实在在地在做很多事情 对 今年在两会的时候 针对这个因病治平跟因病反平的情况 当时习总书记说了一句话 他给出来的方案 就四个字叫做靶相治疗 其实靶相治疗这四个字呢 是在医学当中的一个专业术语 放在这儿 放在医疗扶贫上 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针对你具体的病情 给你最合适的这个药效 我也想问问刘晓珊副主任 今天整个节目过程当中 你看到了各种各样 因为不同原因而导致的贫困 也看到了我们帮助他们 摆脱贫困的种种的努力 其实这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过程 在您的工作当中 有一些什么样好的做法 或者是好的经验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对话 对话由中国高端绿茶竹叶青 中国好茶天府龙牙 为您特别呈现 由卢州老教国教1573赞助播出 13年实施精准扶贫 15年中共中央做出 打印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16年中央在脱贫攻坚的顶层设计上 基本完成 我们现在今天来到的这个现场 我能感受得到 各级在抓政策的落实 给我们扶贫人是一个鼓舞 他已经抓到了扶贫工作的一个关键点 再就是我们媒体能起到的作用 今天也充分表达出来了 媒体能把这种正能量 把这种好过程好方法 这个能够传播出去 这是一种社会的大碍 国家的大碍 也是我们党所定的 要走共同富裕发展的道路 此刻在重新回望 我们曾经经历过的 难忘的这一个月的时候 也许会有很多的瞬间 一下子浮现在你的眼前 我很想来寻找一个瞬间 就是当我们要跟村民们 曾经朝夕相处了三十天的村民们 说再见的那一刻 从2017年4月底到6月初 十七家中央和地方媒体的 一百三十多名替者 深入一百一十个贫困村 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 历时一个多月 截至6月中旬 各媒体共推出四千五百余条报道 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展现了脱贫攻坚伪业 记者们用有深度 有温度有分量的新闻作品 传播了满满的正能量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对话 对话由中国高端绿茶 竹叶青 中国好茶天府荣芽 为您特别呈现 我走的时候 当地高平镇政府 给我发了一本证书 叫《逃动村的荣誉村民》 盖上了大红章子 其实从事记者行业十年 我觉得拿的荣誉也不少 但是《荣誉村民》这份荣誉 最沉甸甸 我原以为我一个月的 跟大家招心相处 我走的时候 老百姓是很伤感的 会哭着送我 其实出乎我意料 他们都是满面春风 带着笑容的 因为后来我真正感受到 其实咱们要把扶贫成绩 真正写在老百姓的脸上 其实最美的风景就是 贫困户发自内心的笑容 回想这个分离式的场景 我和乡亲们做了一个约定 就是我以后每年都要到姜田一次 我要用我的文字 我要用我的影像去记录 姜田在脱贫以后 这十年的变迁 我相信今天的这两个字 再见并不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见 而是说我们很快还会再次见面 因为我们每一个记者 其实都为自己蹲点的这个村 又准备了一份新的礼物 我们给这个河口村 准备了两份礼物 一份是我自己准备的礼物 然后因为我们河口村的 实用军这个合作社呢 今年开始改种这个香菇 因为它经济价值更高 然后准备了 找了三本这种香菇种植的审测 希望我们这个朝阳书记 带回去给乡亲们 另外一份呢 是我们这个 我们单位新华美日电讯 送给河口村的礼物 这是什么样 这个就是一个小型水棒 然后我就今天带了一个示意图 然后会直接寄到这个我们河口村 我们今天日报跟凤刚达成了一个 长期的一个机制 就是定点在凤刚作为基层调研点 作为一个长效的机制 不再是一个人的行为 而是两个集团的一个对口的行为 我们合期的时候 买回了很多这个蜂蜜和绿茶 带给我们的同事分享 大家都说这个蜂蜜特别好 但是当地的蜂蜜卖不了好价钱 就是所以我们报社有一个自己的电商平台 我们就对接了当地 并且为它设计了一款产品 这个是我们为当地的设计的一个品牌和包装 希望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蜂蜜 可以卖上一个更好的价钱 我们村已经脱贫了 虽然物质上脱贫了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思想上也脱贫 这次我们报社准备了两份礼物 一份是我们这次四位记者蹲点的村 成为我们中国妇女报 今后长期关注 长期走转改的一个地点 第二份礼物是我们报社的一个核定本的一个报导 这本书当中 报导了很多优秀的农民企业家 我们希望这些书 能够给我们村的这些返乡创业的青年 带来一些好的帮助 这上面是我们八家村的村民的笑脸 还有我跟我们的摄像机者高文鹏的笑脸 包括我们书记所有的笑脸几乎都在上面 我们和八家村真的结上了这样一份深深的感情 未来八家村将会作为我们财经频道的一个定点扶贫村 我们美的组织人再次回到八家村 尤其是到苹果采摘的时候 第二个就是我们财经频道 未来会把这个八家村 作为我们的一个党团活动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基地 以后我们会带着更多的我们的记者同仁 到八家村和你们一起种果树 一起采苹果 一起包粽子 一起过更多的节日 如果说八家村的产业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 为他们对接这些合适的企业 教你们如何去生产 加工甚至销售 但是这个承诺不止对八家村有效 对全国所有的贫困村全有效 我的礼物呢是一个相机 尼康相机 因为我住的这个村 留守儿童非常的可爱 我希望的是这个 他们能用这个礼物来记录这些孩子的成长 他们的点滴的欢笑 少年强则中国强 这份承诺让我们感到了发自内心的一份特殊的力量 其实无论对任何一个人而言 贫困都是伤痛 所以脱贫致富 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和目标 从十八大以来的这四年 我们看到中国脱贫的人数 已经达到了五千五百六十四万 相当于一个欧洲大国的人口 而在未来这三年 在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来的那一刻 我们需要脱贫的人数 依然还有四千三百三十五万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这依然是考验我们的一场攻坚战 而在今天我们可以承诺的是 在这份攻坚战的战役打响之后 我们的新闻力量 始终都是永远不会缺失的一份力量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